玉谷摇肖战不愿吵CP 白肩风格的杨子惊慌失措 七额平台S家大制作古偶玉谷摇快要播了 相关的预热营销方案也开始陆续落地了 而肖战这边再次重提了不跟女主捆绑CP的意思 对此 也开始有一些业内人士觉得肖战团队对任敏未免有些过度刻薄了 一而再再而三的对合作对象提前讲明不吵CP 多多少少会给人一种看不起对方的意思 但其实以肖战的流量和当红的程度 他在平台剧这块还是有些话语权的 他要是真看不起任敏 一早就可以要求不跟他合作 眼下他305身不搞CP营销 本身也是为了大家好 毕竟他自己也管不了他的粉丝 届时因为CP搞得腥风血雨的话 难堪的也是项目本身和合作女主 所以他这种丑话说在前的行为 虽然看起来有点不礼貌 但初中还是没有什么恶意的 甚至还算是保护女生 以免被某些恶意的粉丝网爆 最后只能说 希望这剧播出之后 观众可以理智追剧吧 多讨论剧情和演技 不要上升到演员个人 期待肖战和任敏的玉古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